女孩小心翼翼地脱下鞋子 一脸惊恐地逃进房间 眼看似乎也并不安全 她又飞快地躲进床顶 床上未知的响动让她不寒而栗 然而接下来的这一幕 才让她真正地意识到末日来临了 烂番茄百分百先开 这部2023刚刚上映的科幻恐怖片孤立无援 史无前例地将外星人入侵与创伤疗愈相结合 带你体验一场近乎绝望的放逐与救赎之旅 被整个小镇所放逐的朱莉 自我囚禁在一栋几乎与世隔绝的房子里 她没有任何社交 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多看她一眼 给最要好的闺蜜写信 成了她这十年里唯一的心理慰藉 可她最不敢面对的却也是闺蜜的父母 每次偶然遇见都会让她避恐不及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 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一切 睡梦中的朱莉突然被屋内异常地响动惊醒 她走出房间查看 却发现整间屋子似乎停电了 又看到莫名被打开的房门 她原以为只是遇到传说中的灵源够了 可当她又看到一具模糊且怪异的身影闪过时 她才意识到事情或许并没有那么简单 未知的恐惧让她赶紧逃回了房间 接着才发生了最开始的那一幕 直到不知名的未知生物从窗户口跳了下去 劫后余生的她才终于松了口气 然而等她刚把大门关上 变故又再次发生了 屋内所有的电器在一瞬间突然就自动开启了 嘈杂的声响也让气氛再度紧绷 好不容易将电器重新关上 朱莉赶紧拿起电话试图报警 可下一秒电话里又传出了巨大的轰鸣声 接着一股神秘的力量袭来 未知生物也在此时再度进入了房间 慌不择路的朱莉只能躲进一旁的角落 可等到未知生物将电话归位后 却还是发现了冰箱旁的朱莉 随着她一步步的逐渐靠近 朱莉才惊恐的发现 这竟是一个飙飙致志的外星人 顾不上震惊 她一把推开柜门想要逃走 可下一秒就直直的撞上了外星人 用意念控制的房门 这让她只能挣扎着爬进客厅 可她的身体随即就被外星人控制住 在被拖出去的瞬间 她只好朝着身旁胡乱一抓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下意识的举动却让她绝处逢生了 还没等朱莉缓过神来 天就已经亮了 她将外星人的尸体用毯子盖住后 再度拿起电话试图报警 可不仅电话没有反应 就连整间屋子也再度断电了 她又拿起要是坐上了车 可让她崩溃的是车子也无法启动 无奈之下 她只能清理好身上的伤口 接着又用沙发将大门堵住 最后蹬着她的二八大杠杆去镇上求救 然而路上翻倒的卡车 以及一旁成了废墟的房子 都在预示着朱莉所经历的这一切并不是偶然 没时间多想 她飞快地来到警局 可刚推开门 她就悲催地跟闺蜜父母撞了个正着 没给她开口的时间 闺蜜的母亲直接给她来了一口精神暴击 一旁的局长父亲眼里流露出了一秒的同情 但很快也被厌恶所占据 看着其余警察们疏远且漠视地站在一旁 狼狈的朱莉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哪怕早就习惯了这一切 但彻底孤立无援地她再度崩溃了 她坐在路旁无声地哭泣着 这时 一辆长途巴士吸引了她的注意 为了自救 她决定彻底地离开小镇 当汽车启动的那一刻 她长松了一口气 可她没注意到的是 灾难或许降临的并不只是这座小镇 而是整个地球 这时 一个男人突然静止地坐在了她身后 早已成了惊弓之鸟的朱莉 立马就想要换位置 可突然 男人一把将她拦住 她这才惊恐地发现 男人脖子里有什么东西正在蠕动着 并且还发出了外星人一样的吼叫 她想要逃走 可另一名女同伴又再度向她袭来 见识不妙地 司机一脚急杀将男人摔倒在地 这才让朱莉逃过一劫 可下一秒 男人就以一个扭曲的姿势 继续追赶着朱莉 在男人的追杀之下 朱莉只能被迫重新逃回了小镇 此时的小镇已经彻底地迎来了末日 无数和男人一样 被寄生的人类朝圣般地望向天空 面若癫狂地等待着他们的造物主降临 而重新逃回家中的朱莉 在看到地上突然出现了痕迹后 也发现了外星人尸体嘴里 似乎有什么东西钻了出来 这让她立马联想到了 同样被寄生的人类 可她没时间多想 眼看着天空中怪异的乌云 即将彻底笼罩下来 猛地深呼一口气后 朱莉的眼神再度变得坚定 尽管孤立无缘 但她依旧没有放弃 她先用无数的蜡烛将屋内彻底点亮 接着又找出所有能够成为防身武器的工具 最后又将所有的门窗紧闭 可希望很美好 现实却依旧残酷 一道光柱瞬间就撞破了 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防御 接着又缓缓地将外星人的尸体收走 她赶紧躲进了地下室 可随即地下室的门也被光束撞碎 紧接着又一个外星人走了进来 朱莉趁其不被绕到身后拿起桌上的剪刀 可她刚躲进桌底 外星人也给她来了一个声东击西 接着外星人又用念力轻松将剪刀卸下 朱莉则趁机逃上了客厅 可她并没有注意 身后又一个外星小孩正缓缓朝她逼近 等她反应过来时就已经被扑倒在地了 千军一发之际 朱莉直接使出了女人刻在骨子里的绝技 外星小孩做梦都没料到还有这手 直接流出了委屈的泪水 而成功挣脱的朱莉赶紧跑进厨房 端着一锅拨沸水又一锅脑朝她泼去 可毫发无伤的外星小孩只感受到了成敦的侮辱 就在她继续一步步朝着朱莉逼近时 又一道光束从门外射了进来 朱莉手中的平底锅直接就被钉在了墙上 但光束却对外星小孩不起作用 朱莉也随即被她逼进了厕所 就在她刚想通过窗户逃出去时 外星小孩又一把将她拽了回来 惊慌失措的朱莉拿起一旁的拖把反抗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外星小孩就给她制造了一把更衬手的武器 机不可施 朱莉毫不犹豫地就将她钉在了柜子上 听到她还在嗷嗷地叫唤 朱莉又是一柜门彻底地将她砸晕 这才成功地从窗户口逃了出来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又一只更为庞大的外星戏狗朝她发来了对战邀请 这恐怖的一幕下的朱莉转身就逃 可下一秒她却静直地撞在了追杀她的男人身上 男人拖着她一步步地来到空地上 在外星戏狗的指挥下 飞蝶也静直地来到了他们正上空 察觉到不妙的朱莉使出了她刻在骨子里的终极绝境 在成功挣脱束缚后 她又迅速一脚踹向了还想继续来抓她的男人 刚好将她的半个身子踹进了光束内 光束带着男人缓缓升空 可下一秒似乎是察觉到抓错了人 又将她给吐了下来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直接激怒了外星戏狗 她带着愤怒的嘶吼紧紧地追在朱莉身后 可光长腿不长脑的戏狗 下一秒就悲催地卡在了车上 眼看着剧烈挣扎的她又一脚踹开了油箱 朱莉赶紧掏出了口袋里的打火机 火焰在一瞬间就蔓延了开来 接着又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悲催的外星戏狗也就此光荣下险了 然而危机并没有结束 半空中的飞碟被爆炸的动静吸引 紧接着光束又迅速地朝着朱莉袭来 在追赶之下 朱莉只能再次躲进了屋子内 眼看又一个外星人到达了战场 朱莉还想顾忌虫尸从背后偷袭 可这一次外星人显然来真的 直接用念力将她扔出了房间 接着窗外一道红光将她彻底的束缚 最后又将她牢牢地定在了天花板上 就这样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星人来到了她跟前 并朝她吐出了体内的寄生体 在外星人的意念控制之下 朱莉不得不张开口绝望地等待着寄生的完成 也就在这时 强烈的恐惧让她从床上惊醒 看着完好无损的房间 欣喜若狂的她意识到原来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然而更让她喜极而剃的是 闺蜜竟突然地出现在了眼前 可笑着笑着 朱莉却悲伤地哭了起来 她知道 这美好的一切只是外星寄生体刻意营造的梦境 因为她闺蜜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意外身亡了 她将手猛地伸进喉咙强行将寄生体掏了出来 而在同一时间 她也再次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之中 她还想捏爆手里的寄生体 却不慎被她逃脱 收到感应的飞碟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寄生体随即也在光束的笼罩之下缓缓地凝结出了一道人影 见到这一幕的朱莉唯一能做的也只有继续逃命 可刚逃进树林 朱莉就惊恐地发现身后出现了一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而她正是光束所凝结的复制体 复制体趁着朱莉愣神的瞬间 用手中的树枝扎进了她的身体 但她还是低估了朱莉的战斗力 下一秒 她就被朱莉用手工刀一刀毙命了 事后 朱莉拖着重伤的身体踉跄着走出了树林 但让她绝望的是 又一只体型更为庞大的外星戏狗拦住了她的去路 而她最终也依旧没能逃过被抓捕的命运 当她再次睁开眼时 她就已经被光束控制在了飞碟之内 外星人似乎对眼前这个多次破坏了他们计划的脆弱 人类十分好奇 他们将朱莉团团围住 试图通过检索她脑海里的记忆来确定她究竟有何与众不同 而这一切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那是在一次玩耍中她和闺蜜出现了矛盾 闺蜜将她推倒在地 可她却在一怒之下捡起地上的石头尸首将闺蜜砸死 由于当时的她还未成年 也没有故意杀人的倾向 所以哪怕闺蜜的父亲是小镇的警长也无法将其定罪 但她却利用她的影响力 让朱莉就此成了小镇里所有人眼中的杀人犯 而她也就此将自己彻底的封闭了起来 哪怕已经过去了十年 她内心巨大的伤痛却依旧无法抹停 外星人这时也意识到 这正是她能够逃脱寄生体营造的完美梦境的原因 于是他们开始讨论 究竟该如何对待这个特殊的人类 而在至高存在的命令下 他们最终决定将女孩释放 因为他们很清楚 朱莉和他们这些外来者一样 都是被小镇所隔绝排斥的人 恰巧朱莉内心最渴望的 正是他们来到地球的目的 所以在故事的最后 成功与内心伤痛和解的朱莉终于走了出来 而她也成了整个小镇 或者说整个地球上唯一一个清醒着的人类 在这个外星人刻意打造的完美乌托邦里 如愿以偿的朱莉 再也不会孤立无援了